非常好吃,超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萊姆,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元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叫... 刀河神社 沒錯,其實我是知道的 話說,剛才我們吃蕎麥麵也挺好吃的 我第一次在日本吃蕎麥麵 這個體驗令我覺得非常好吃 超棒! 來到這裡,這裡有什麼特色? 因為我真正的名字出現了 全名 不可以吸氣嗎? 用鼻吸 我還想要用鼻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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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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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雞 原來是醃了的雞 原來這個 很燙嗎? 有一點名太子 但它不是很燙嗎? 我不喜歡它不燙嗎? 熱才好吃嘛 還可以 來到日本,怎麼可以不試一下 日本真正的章魚燒 它的皮真的不一樣 跟我平時的皮沒那麼脆 我跟香港台灣吃到的不一樣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香港台灣的 它裡面很粉 而且皮沒那麼脆 軟別別一皮 對 我之前聽小人說話 已經是這麼說的 想不到自己親身體驗過 真的是這樣 好有感覺 我都說 好像那些3D的那些 會轉來轉去很暈的那些 是否應該要這樣 我們先走了 好有感覺嗎? 多夢那個時光機 好正啊 如果這裡有一個缺點 就是不要那麼多人有了 他拍張照片 都要等很久 你看這裡有多少樣子 原本是這樣的樣子 Keya的人說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眉 不得了 不得了 我們打算走上去 打算有觀景台 可以看一下風景 但我們走到差不多到的時候 我們決定要接飯了 絕對不會因為我們累 是因為我們趕時間 下一個去吃飯 OK 大家明白了 那我們現在出發去玩忍者 沒錯 玩他們 打騰動神之手 好 走了 剛才我們體驗完 做忍者 我覺得是非常好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 留意明天的影片 因為太長了 明天就讀了一集 那現在要先做事 今天的影片還沒搞定 這個又要上載影片 又要趕著下一個地方的節奏 我打開電腦真的很低能 看到這個字 我相信不需要多說 Let's go 鰻魚乖 沒有酒精的啤酒 真的沒有試過 好淡啊 好像有氣的水 然後有啤酒花 君子之教 謝謝 謝謝 我的朋友非常推薦 我們這間吃白鰻魚 但是我們想試一下分別 所以我們點了一個普通的 還有點了一個白鰻魚 試一下有什麼不同 好 現在呢 我先試一下這個普通的鰻魚飯 它屬於那些醬汁都是偏鹹 平時我們吃到鰻魚飯 但醬汁會偏甜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 我不會說特別好吃 挺好吃的 好 現在試一下白鰻魚 它沒有那種濃郁的燒的味道 有多了一些魚的味道 吃得多一些鰻魚的味道 本身的質感 但是不是很好吃呢 就好像一般 即是好吃的 但是沒有去到說很驚喜 但是身為鰻魚怪 沒有問題的 一定要吃得很開心 多謝招待 好 吃完了 我覺得不是太划算 也不是想像中那麼特別 很貴 至於多少錢呢 就不要問了